福建话也叫做闽南话 在我国福建话有分成北马福建话 中南马福建话和东马福建话三种 北马福建话是偏向张州腔 而中南马及东马福建话则是偏向朝周阴和全周阴 一名来自槟城的年轻小伙子到了雪荣发展事业之后 依然发现两地的福建话相差甚远 而决定拍摄视频来和大众分享各地福建话的差异 他制作视频的目的 一则是记录各地福建话的特色 二是推广北马福建话的魅力 他制作的影片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就已经建立起口碑 不但受到广大网友的追捧 还让方言重新受到年轻一代的关注 你好,大家好,我叫Sai 今天一集飞飞 我是大便的大便的大便 现在我的助理是学生的男人 我本来不是男人,我是听我的老婆说的 最近有很多视频 你见了吗?G-G-S-E 怎么?我可以再讲一次吗 G… G.S.C. 你們明天講得很重 是G.S.C. 其實我講的復健話 老實講,沒有很好 因為在家裡 只有跟阿嬤過年的時候 在他家聽聽講 在家裡跟父母 也是會參與復健話講 也不是講福利、講復健話 小學、中學的時候 也是會被禁止講方言 所以接觸的機會 其實只是在外面 跟那些叔叔 點水的時候 或者是叫插鬼條的時候 這樣子會用到這樣子的 所以比起我身邊 會講復健話的人 其實我算是還好那個吧 原名賽志顯的賽 為了完善自己的復健話 同時也想把 北馬復健話的特色 給記錄下來 他選擇以拍視頻的方式進行 並將影片上載到 社交媒體上 和大眾分享他的作品 而他製作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講述 檳城島嶼與甚麼區別 你們這一群 都要講自己是 北海人的北海人 在我們眼中 你只是個北海人 北海人… 北海人罷了 大家就是北海人 我還沒說得很好 你看,我也愛死 不是北海人嗎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想拍攝這種復健話的內容 因為我發現我本身不是很厲害 如果現在的學生在學校也學不到的話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媒體 可以去接觸到這樣的內容 尤其是像北南復健話的話 就更特殊了 因為它不像台語這樣 可以去看台灣的名男劇 就可以學到了 然後再加上最近的年輕人 包括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也慢慢地不把復健話當成是一回事 你看我們的公司 現在有三個冰城人 三個都不是很會講的 真是的 之所以這樣子 我就想透過比較輕鬆的方式 讓大家再接觸到 北南復健話這個話題 其中一支 講述冰城福建話 和巴生福建話的區別的影片 更是引起超過一百萬人次的觀看 獲得超過十萬名網友的點贊 是個話題性十足的影片 吃麥 吃麥 其實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我喜歡的 拼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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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拼拼的復健話 其實比起其他地方 比如本地來講的話 就是巴生、Juanho那邊 聽起來會比較溫柔一點 這是我個人覺得的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字像頭髮 我們就叫陶魔 他們就叫陶蒙 復健的話的話 我們是Hokkenwa 他們是Hokkenwe 魚的話 我們是叫Hu 他們叫Hu 所以感覺比較上的話 我們是比較溫柔的 我覺得的 關注 胖子 小醉 Yu醉 Yu 像你這樣講,不會小 甚麼是不小 我跟你講,你怎麼很久了 我自己叫Hokkenla 十歲 十歲 三八 冰城復健話的最大的特徵是 是由於張州式的復健話 所以我們講的復健話 會跟巴生的全州復健話 會有一個基本上的差別 再加上我們拼拼復健話 之後參加了很多馬來話在裡面 比如說我們會講大喇 沙門、八度、三八 這類型的話 你給南蛮人聽到的話 他們就嚇到覺得 你們在講馬來話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比年復健話的特徵 這就是比年復健話的美 2020年年尾 蔡志賢創立了 挖鼻孔 Hokken影片製作公司 所有影片的構思、內容以及拍攝 都是由整個製作團隊負責 充分發揮了各自的才能 其實靈感這樣的東西 是我們團隊一起吃飯的時候 講到的話題而已 就這樣簡單 我們公司裡面 有一個巴生來的人 所以他每次發現 我們比年復健的話 有甚麼問題 我們就會吵起來 小吵 然後我們公司裡面 有三個冰層 所以自然而然他就會輸給我們 所以當我們發現到 我們附近畫上有甚麼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就會趕快寫下來 然後就早一天開始寫稿 寫好過後 我們就會一起進行拍攝、剪輯 然後就播放到Facebook和YouTube 分享給大家我們的新發現 我才是這個叔叔 叔叔,我會吃飯,好嗎 謝謝 看來是不肖的表情 叔叔,我沒有叫沙鐵 媽咪,這早餐不是說薄餅沙鐵嗎 不是…叔叔,叔叔 我叫薄餅沙鐵 我們開始這個頻道的目的 實中只有一個 就是要娛樂我們的觀眾 所以我們要提供的是娛樂在線 同時如果他們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例如說巴生和檳城的附近畫 這麼不一樣的 這種小知識,我們就更開心了 你怎麼這麼大隻頭 所以網友上的反應 其實基本上分為兩種 有一種他們就會覺得… 撻片?撻片嗎 真的嗎?我不知道 巴生附近畫是這樣的 這樣至少他們就會有一些新發現 然後有一定的觀眾 他們就會覺得… 有…我有這樣巴生的朋友 他們附近畫就這樣奇怪了 就會製造更多的話題性 這樣的話,我們的目的就會達成 就是要讓方言去擴散給更多 老一輩也好,年輕一輩也好 給他們…再認識 方言這一塊領域 所以我們這一輩可以做到的 就是要把方言這個東西 弄到好像年輕人的潮流語這樣子 甚至只要方言不是老土 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覺得 方言是老一輩人講的話 我們年輕人要講華語的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都是… 小時候,從小到大 可能在學校環境裡面 被影響到蠻大的一個因素 一輩子,可以一起坐嗎 坐… 坐,坐,坐,坐 沙拉外,平靚的 這是你們喜馬人吃的垃圾 小小子,講華語連貌也聽起來 甚麼喜馬人 你這個…不是Skali MEN嗎 衝你的湯的顏色 這樣沙的垃圾,是嗎 垃圾放米粉根本就是錯 你們魚攪到這麼爛 是給沒有牙齒的人試試嗎 很乾淨,你們都會被打 蔡志賢也幽默的方式 帶出馬來西亞各地的福建化 與文化上的差異 內容雖然很搞笑 但卻很真實 這反映出同一種語言 會因地理環境和文化的不同 而有不一樣的發音語調 他認為對於方言 不論是哪一種口音 都必須得掌握 銀類方言是我們的母土之根 是延續民族文化 血脈不可或缺的元素 我們冰城阿山山最正宗的 潛線視窗採訪報道 掉 水平均 三種口音 烤水平均 封面 天津 水平均 南海 南海 南海